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田兹阁中文学院 深受大家喜欢的小小故事又开讲了 系列故事鸡飞蛋打2 每天一大早 老周去市场购买各种食材 买菜的买肉的老板们 看见他一来都躲着他 对老周爱答不理 按照常理 卖家应该热情欢迎顾客呢 可大家伙咋这么讨厌他呀 老周生来就按算计 占便宜 分分计较 斤斤算计 弄得市场的各个卖家 都不喜欢与他打交道 我们通常说 斤斤计较 这里分分计较 斤斤算计 就指的是老周这个人 非常的小气 非常的喜欢跟别人讨价还价 把价格压得很低 把价格压得很低 很喜欢占便宜 因为我们常用 petting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不大方 原先的大厨 就是因为看不惯老周用地沟油 变质的肉菜 才生气而走的 有天晚上 天上下着小雨 饭馆 无人吃饭 这里看不惯 就是不喜欢 或者是受不了什么东西 不赞同什么东西 from upon 就可以用看不惯 因为老周用的是地沟油 这个油就是比较劣质的 或者是recycle的那些油来做饭 老周总被关门歇息 忽然瞧见门口 蹲着一个人 他惊叫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咋 蹲在我饭馆门口干啥 那个人 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 脸上脏的模样 也看不出来了 我是路过的 天又下着雨 我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老板您行行好 给我点剩饭菜吃一口吧 这里行行好就是 祈求某人 相当于说 您行行好 可怜可怜我吧 老周一听声音 是个小伙子 好好你进来吧 老周赶紧叫媳妇 把那些剩饭剩菜 全端上来 小伙子 小伙子一件饭菜 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老周仔细端详着这个小伙子 梅青木秀 不像个傻子 狼吞虎咽 这个成语非常的形象 用狼和虎吃饭的样子 形容呢 一个人非常的饿 吃得很快 很急 就像是狼和虎在吃东西 好的 鸡飞蛋打故事二 就讲到这里 要知后来发生了什么 并请留意下集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订阅 填字和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悠闲故事 学习超级有用的中文 了解当下中国社会生活 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